关山分局池上分数所日前晚间8点左右 接获了平交道保全人员 只称有一位阿嬷就坐在平交道旁相当的危险 而警方就即刻的前往现场了解 并且也将阿嬷顺利的平安带回家 警方苦口婆心的劝阿嬷离开 开轨道避免发生危险 并要护送老阿嬷回家 日前池上分驻所获报 有一名长辈坐在平交道旁十分危险 请求协助 警方在获报后立即赶往现场 并且阿嬷离开平交道以免发生危险 本所20时接获铁路平交道保全人员 发案只称有一阿嬷待坐于铁路平交道旁 本所副所长吴升亮及率同巡逻远警前往处置 发现阿嬷有轻微失智现象 正欲当将阿嬷带回所内处理时 恰巧遇见心急如本之家属 家属非常感谢保全人员及警方的处置 也让阿嬷能够平安回家 所幸最后在警方要将阿嬷带回分住所休息时 恰巧碰上寻找阿嬷的家人 让阿嬷可以平安回家 结束这场费经济 记者陈继琳史上相报道